近日深圳市行智能行人闯红灯取证系统的新闻刷爆了朋友圈 通过监控系统进行人脸识别 判明闯红灯人的身份后 曝光其投行和违规信息 自该系统运行以来 已记录超过1.3万宗交通违法违规事件 并且该系统将陆续在南京、上海、苏州等多个城市进行试点 消息一出 人们都感叹中国监控系统的强大 而其中 中国天网工程是最具代表性的 天网工程是中国政府吃资近2000亿打造的巨型工程 它是目前为止世界上最大的视频监控网络 在全国设置约2000万个摄像头来辅助城市的管理和治安防控 它通过在重点区域设置实施监控 并辅助以人脸识别检测系统 可以马上获取行人的年龄、性别以及衣着等信息 对车辆也能及时调取车牌、车型等信息 此外 如果发现可疑人物 系统还会和数据库中的人物信息进行匹配 完成整个过程不超过10秒 如果和数据库中的逃犯信息相吻合 系统就会发出警报 这个系统主要是以GIS卫星导航技术为支撑 GIS技术除了提供平时最常使用的导航 它将平面信息和空间信息结合起来 它可以将交通情况和附近地区的环境、人口、经济等情况相结合做综合的分析 能有效帮助城市管理、公安指挥以及经济规划 英国广播电视记者约翰·苏德沃曾在贵阳体验中国天网工程的高效 警方先将他的图片信息录入系统 随后约翰开始潜逃 但在密布的监控系统监视下 警方只用了7分钟便抓获了他 这使约翰不由地称赞天网工程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事实证明天网工程在实行之后 城市的治安管理得到了极大的完善 锦南昌市在天网和协助下 就抓获1635名犯罪嫌疑人 查处案件1963件 服务民生约1.2万次 相信未来系统将更加完善 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安全的国度 喜欢请点击关注 下期再见